我們今天審這麼重要的一個案子 我覺得今天要講程序上 我們希望能夠更周全 我們愛同志 要為同志爭取權益 不要害了他們 現在的政府 現在社會難道不夠亂嗎 一例一休還沒搞定 有人躺下來昏倒了 有人受傷了 日本福災的食品 已經流血衝突了 這個社會還不夠亂嗎 人家說 執政 當家的不鬧事 我們的當家是天天鬧事 今天這個案子 有這麼急嗎 我們都知道台灣人非常的善良 彼此相愛 可是常常因為政治人物 從中間 為了挑撥 離間讓我們的社會 限於這個不安 外面這麼多人就是不安 我跟各位報告 我是捍衛家庭價值的 但是我也愛同志 因為我有親人 我一個很親的親人 他的兒子就嫁給他的男朋友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支持強推這個案子的委員們 你有多少你家裡有同志 我家裡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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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呢 生活在一起 生活得很好 我也沒有聽到 這一位 雖然是我的晚輩 他的先生 他穿婚紗 他的先生 說一定要趕快推這個推這個 因為 家庭都接納了 我要強調是 我們真正有在爭取同志 這一些 我們他的一個權利嗎 如果真的要爭取的話 我們是不是能夠循序漸進 我們看到現在全世界23個國家 有同性婚姻 其中有21個國家都不是一步到位 沒有像我們現在要一步到位的 直接修民法 沒有的 都是循序漸進 先來一個同性辦理法 再來往前 就看看社會的反應怎麼樣 看看社會能不能接受 我們社會需要對話 不需要太多的對立刺激 現在目前這樣子強推就是刺激 這樣的強推就是對立 剛才有委員提出來說 開三十廠的工廳會 有人笑出來 各位 按照福災食品 三天開十廠 各位 乘以三啦 九天就開完啦 公廷會 難道不需要嗎 難道不需要兩兆的人更多的對話 所以我們這裡提了程序問題 各位可以看一看法務部的縮帖裡面 法務部的縮帖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這裡面 前立法動全身 要修不是只有民法 相關的你法律 總共修一百一十二個法規 總共三百五十六個法條 關於夫妻 關於父母 關於主父母 通通要修 修的就是一百一十二個法規 三百五十六條的法條 各位我再講一遍 不是只有今天修了 就要修一百一十二條的法條 法規三百五十六條的法條 所以我的 我的很語重欣賞的 我希望這個法 為同志爭取權益 不要走到一粒一休 不要走到日本福災食品的覆轍 讓社會增加更大的動亂 我們的社會是有愛心的 我們的社會是和諧的 我的很親的家人 他的兒子嫁給他的男朋友 就在一年多前成婚 我目睹那一幕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家庭是不是愛 但是我更愛這個家庭價值 這裡面動一把要欠人生 欠你把動欠人生 這個知識體大 訴求就是 請我們社會委員會 做個決議召開公聽會 讓更多的人對話 否則這個社會只是更加的不安而已 謝謝